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和尚的形象本来应该是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再不济也是一副与世无争,超凡脱俗的的面孔。 然而元朝时候,却蹦出了一大堆横行无忌的和尚,酗酒吃肉,奸淫妇女,打架斗殴,强取豪夺对他们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这帮人甚至敢于打杀朝廷命官,强奸后妃公主,盗绝皇帝领寝,甚至把前朝皇帝的头颅拿来喝酒。 这也导致元朝之后,寺庙安堂变成了藏污纳垢之地,僧人的形象在民间臭不可闻,明清小说中最淫毒的人物,往往就是那些和尚尼姑。 南宋移民郑思潇的《铁寒心史》里面记载,元朝藩僧宰杀牛马公佛,占血涂在佛像的嘴唇上。 这些人虽然穿着和尚的衣服,长着和尚的样子,却喝酒吃肉,妻妾成群。 他们在北京建造的郑国寺,里头有一座佛母殿,正中间用黄金铸造一尊裸佛,佛的两边还塑了裸体的妖女妩媚的携视着佛像。 墙上挂着各种佛和妖女裸体交构的壁画,做出各种隐秘的动作。 走廊上的妖僧塑像,有的生吃大蛇,有的生吃小孩,其中有一尊摩罗佛的裸体塑像,光着双脚踩在一个裸体女子身上,右上抓着一个鲜血淋漓的婴孩,正在撕咬啃食,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由小孩骷髅头骨制成的念珠。 蒙古皇帝把藩僧尊为帝师,而他们经常杀人攻佛,每年哪吒太子和佛主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在佛母殿的四个角落放着银钢,用来盛放同男同女的鲜血。 藩僧们裸体做法念佛,先用缸中的鲜血涂在佛像嘴唇上,再和蒙古贵族像饮酒一样喝血。 他们抓来许多肤白丰满,将要生产的孕妇,强迫他裸体坐在佛殿中间,用特制的法水将孕妇催眠,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异象,一旦得到肯定的回答。 藩僧们就让人抓住孕妇两只手,用金币刺破孕妇两乳中间的心脏位置,让蒙古贵人用金银管插进去喝人血,还说受害者叫得越凄惨,佛就会越欢喜。 叫声渐渐微弱,血也就逐渐被吸干了。 他们会把孕妇的肚子剖开,将母子一起分食,再把孕妇心头最后一点血涂在佛像的嘴唇上作为祭祀。 然后将孕妇的头颅砍下,做成钵鱼,用金银装饰作为饮酒吃饭的器具,剩下的海骨都在香炉里烧成骨灰,争抢带回家中。 后人多以为《铁寒心史》是本尾书,或者认为郑思萧身为前朝移民,自然对灭亡南宋的蒙古人和西藏喇嘛恨之入骨,书里面的记载难免出于想象。 但西藏地区至今还有数不清的人骨和人皮法器,臭名昭著的嘎巴拉、阿杰骨、人骨念珠历历在目,容不得喇嘛叫抵赖。 西藏藩僧不光把汉人视如草芥,即使是蒙古皇族,也是被他们任意拿捏蹂躏的对象。 《元史诗老传》中记载,元武宗的时候,藩僧功科带着带着的十八个徒弟出行,在路上与诸王河而次飞,糊涂赤迪金的车架相遇,由于道路狭窄,必须有一方主动退让才能通过。 王妃派侍从与这些和尚交涉,希望他们能够让路。 宫科等人非但不听,反而追着要求王妃让路。 双方相持不下,宫科等人竟冲上前去,强行将王妃拽下车架,拳脚交加暴打了一顿。 王妃身边的侍卫劝止不住,警告他们说擅自殴打王妃要犯重罪。 宫科却大言不惭地说,慢说一个小小的王妃,就是你们的皇帝老儿,也要受我等的戒斥,就是当场把他杀了, 又算得了什么?说完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 王妃受了这么大的委屈,能甘心吗? 回去就把这事告到了元武宗那儿。 可是皇帝根本不为他出头,反而下了一道诏书,凡有胆敢殴打喇嘛的,就砍断他的手。 有敢咒骂喇嘛的,就割掉他的舌头。 王妃只能暗地里吃下这个哑巴亏,再不敢提起这件事了。 而受到纵容的喇嘛们,更加肆无忌惮。 元武宗的生母达以皇太后,经常请一些喇嘛到兴盛宫做法事,陪侍的还有许多嫔妃公主和王公妻女。 这些藩僧们眼见身旁美女如云,各个心惊摇动,故意把法事一做就是几天,找到机会就和有意的妇女眉目传情。 每到深夜,趁女眷们困眷时,就拉起一个到密室中,干起见不得人的勾当。 后来更是趁太后不在,公然以欢喜双修的名义,和嫔妃公主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云语行乐,美其名曰,舍身大不失。 达以太后之道后也不敢过问,只爱叹自己身为国母,不便舍身不失,与喇嘛们在佛前结下善缘。 到了末代元顺帝时,御使哈玛为了八戒皇帝,向元顺帝引进了擅长防中树的印度和尚,传授大欢喜防中树。 哈玛的妹夫图鲁贴木尔又向元顺帝推荐了精通防中树的西藏喇嘛加林珍,在民间广采15到20岁的少女工他们淫乐。 顺帝乐在其中,下诏让印度和尚担任司徒,拜喇嘛加林珍为大元国师,赏赐每人几十名良家妇女工他们淫乐。 他们的弟子众多,又赏赐每位徒弟三四个美女作为供养。 僧人又教顺帝选取,才女学习十六天魔舞。 顺帝每每趁着酒意,随手抱起身边的宫女行云不语,亲自饰演印度防中树和密教双修法。 元顺帝在这些西波僧人的指导下,天天在后宫与宫女们操练秘术,自似吟戏。 元顺帝跟西波僧人修炼的交构方法甚多,每其名曰,极身成佛。 这也完全迎合了元顺帝和蒙古贵族浩淫的需要。 顺帝的一个弟弟叫巴郎,也受了密戒。 突鲁天木尔还联合了八九个王宫贵族,勾结起来在后宫里分了一杯羹,自称为以娜。 他们在顺帝面前与宫女卸侠,男女裸体混杂,君臣之间毫不避嫌,还把一些精壮男子和美貌女子催眠,脱光了关在一个密室里,不管是兄妹姐弟,也不分尊卑长幼,任他们互相交够取乐。 帆僧们说这样才能做到世事无碍。 到后来,这个印度和尚又与佳林真喇嘛带着徒弟们随意进出皇宫,直接在后宫过夜,任意兼以那些年少美丽的公主和嫔妃,即使有未经人士的公主,郡主未缩男人,这些帆僧仍然霸王硬上宫。 徒弟们看到公主郡主们羞怯忍痛,或者被师父弄出圆红,还要围上前来开油吃豆腐,取笑逗弄一番。 顺帝只知道和身边的女子们修行房中术无限快活,哪里知道自己天天戴绿帽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禁止。 君臣宣吟的丑恶会行传遍京城内外,乡野百姓都知道了,但实在羞于议论,就连那些一向行为不端的市井无赖,都对这样的行为。 上行下校,宫廷里的会行也蔓延到了宫外,致使贵族官僚之间银风大盛,更深外食里面说,以那们用高利基作为耳目,偷偷去交接官员和贵人的妻妾,普通百姓的老婆,挑选那些对姓氏特别在行的女子带进宫里,进进出出很多次。 普通百姓家得到金银财宝很满意,贵人家也会偷偷庆幸说,老公从此官运亨通,地位稳固了。 上都城的穆清阁,绵延好几百栋房子,上万的房间,里面全是女人,是喇嘛们用来搞大喜乐庆典的。 原朝学者叶子齐的笔记小说《草木子》里记载,京城里的受戒仪式,从妃子到大臣的妻子都爱参加。 他们经常请帝师坐下的戒师到家里,搭起帐篷里举行受戒仪式,念咒语做法事。 每当妻子受戒时,他们的丈夫如果回到家,听说妻子在受戒,就会躲在外面。 宫里的寡居的妃子们,每隔几天就亲自去寺庙受戒,随意放纵自己的身体,这叫做大不失,也叫以身不失。 这种风气甚至流行到了河北、中原一带。 京城以外的藩僧坐起厄来也是不遑多让,原始是老传记载,西元1325年,在平良府、靖州、惠州、定西州这些地方,突然出现了好多喇嘛, 他们都带着刻有金字的圆服,成群结队地在路上追赶百姓,骑马的队伍能排上百里长,搞得一战都住满了。 住不下的就跑到老百姓家里,他们把当地的男人全赶出去,专门留下妇女用来兼屋淫乐。 最为淫毒的藩僧还要属元朝初年的杨连真家,凡是在他管辖区域内的女子,不论大小,都要预先申报姓名户籍, 到了出嫁的年纪,不论美丑先弄到当地管事僧官的府中强行奸淫,取下袁洪,叫做开洪, 如果遇到长得好看的,还要等他多玩弄几天才打发回去和夫家完婚。 时不时还要将这些美貌女子召回府邸再次淫乐。 民间女子遭此荼毒,取向悲哭不绝于时。 自此以后,僧人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对和尚的评价是不秃不毒,不毒不秃。 为其投秃,一发淫毒。 蒙古皇帝为什么对这些藩僧如此纵容呢? 西藏喇嘛虽然相助忽必烈称帝,借到援军攻占大礼, 又帮忽必烈灭掉南宋,对元朝建立有不小的功劳。 但也不至于让他们骑到自己蒙古皇族的头上撒野吧, 甚至还认他们打骂王妃,强奸公主。 原来这一切,背地里都是蒙古皇帝故意让他们这么干的。 草木子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元氏族忽必烈夺取天下后,询问太保刘炳忠, 现在要定都的话,上都和大都这两个地方,你觉得哪个更合适呢? 刘炳忠回答说,如果选择上都的话, 国座会很短,但民风比较淳朴。 而选择大都呢,国座会很长久,但民风会变得隐秘。 忽必烈最终还是选择了大都作为首都, 他让刘炳忠负责建造大都城。 在打地基的时候,挖出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里面有数不清的红头虫。 忽必烈就问刘炳忠,这是什么征兆啊? 刘炳忠回答说,将来会灭亡我们大元的,就是这东西。 忽必烈感慨道,这世上没有不败的家族,也没有不亡的国家, 你说说看,我们大元江山以后会是谁的? 刘炳忠回答说,会是西藩人的。 忽必烈马上想到巴斯巴喇嘛,帮他打天下有功, 心里也觉得巴斯巴这样的人将来可能会夺取自己的天下, 于是他就想了个主意,要暗中削弱西藏的福气, 卸掉他们的锐气。 他表面上非常尊崇喇嘛教, 封巴斯巴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师, 赏赐他们数不清的财宝, 还规定所有王公贵族见到巴斯巴都要像奴隶一样跪拜。 但实际上,忽必烈却故意让他手下的藩僧去干脏活, 让他们娇奢淫逸,去祸害汉人和蒙古贵族。 巴斯巴离开后,忽必烈又从西方请来养脸真家接替了他的位置, 继续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他。 忽必烈这样做, 其实就是想用表面上的尊贵礼遇来迷惑西藏人, 真实的目的是想要把蒙古人曾经犯下的罪行转嫁到喇嘛身上, 同时激起汉人对他们的仇恨, 暗中消耗他们的福气, 以此来延长元朝的国作。 而这一国策, 在帝王之间作为祖训代代传承, 他们认为以他们对喇嘛们的优待, 就算将来被西藩夺了天下, 这些藩僧也不至于亏待他们。 羊脸真家表面的植物是掌管江南佛教, 忽必烈用它的目的, 其实是要镇压南宋的风水龙脉, 避免在南方出现能够推翻元朝的力量。 就算万一不能成功, 汉人这笔账也应该算到藩僧的头上。 西元1277年, 羊脸真家被朝廷任命为江南市教都总统, 真实的用意是要让他镇压南方的王器。 《鬼心杂史》里面记载, 西元1278年, 在宰相桑哥的授意下, 羊脸真家利用植物便利, 勾结衍服寺的厄僧允泽等人, 盗掘了位于绍兴传宫山的南宋六座皇陵。 盗贼们最先盗掘了宋李宗的陵墓, 他们打开棺果, 发现里面冒出白气, 宋李宗的遗体像活人一样栩栩如生, 下面垫着锦段, 锦段下面是竹丝编织的细席子。 一个小太监动了贪念, 偷了一块垫着的席子, 落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仔细一看, 原来是用金丝制成的。 藩僧们哄抢了宝物, 把宋李宗的尸体倒挂在树上掉了三天, 想要溺出体内的水银后, 再撬出他口中的夜明珠。 结果李宗的头不见了, 原来头骨被羊脸针夹截去, 一分为二做成了酒气, 肆意侮辱。 这些盗贼又在十一月将剩下的几座皇陵全部掘开, 倒走了里面的珍宝, 将皇帝的尸骨和牛羊骨头混杂在一起, 在上面建了一座镇南塔, 以此镇压汉人的王器。 杨脸针夹还是一个奸尸匹, 明朝文学家张黛在《西湖梦巡》中, 说他专发古种, 习与僵尸银垢。 听说德藏寺后面有朱体举夫人和陆丞相的爱女墓葬, 她们生前长相貌美, 年纪轻轻就夭折了, 安葬时用水银防腐, 尸身保存完好。 杨脸针夹竟然下令掘墓, 想要侮辱尸体。 当时寺中有一位专门负责挑水砍柴的僧人, 名叫真帝, 听说这件事后怒骂杨脸针家。 寺院主持害怕惹祸, 就把真帝捆绑后关了起来。 到了晚上, 杨脸针家带人挖掘坟墓, 真帝居然挣脱束缚冲出来, 抽出维陀菩萨手中的祥魔杵, 击破了杨脸针家的天灵盖。 杨脸针家的徒弟们上来帮忙, 都被真帝打伤, 打斗过程中灯火突然熄灭, 盗贼们的武器都被毁坏。 杨脸针家以为是唯陀菩萨显胜, 非常恐惧, 赶紧带上徒弟们逃跑了。 僧尼涅海书中也说, 杨脸针家挖出北齐湖皇后的墓, 见到死者面色如生, 肌肤风鱼, 忍不住带头奸吟这句将近千年的古诗, 即便尸体冷如寒冰, 也照吟不悟。 他带领的徒弟们也一次上前引入尸体, 直到尸体口中传来叹息之声, 吓得这帮藩僧以为鬼魂 附生, 慌乱中取出佩刀将尸体砍碎, 精血流满了一地。